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古队赶紧拿着洛阳铲也点一点的盘察 结果令人担任这座古墓已经塌陷 因为当年的测量已有误差 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 考古队打赏决定对这座古墓进行悄悄性的挖掘 很快考古队就有了发泄 在距离地面半米的地方 考古队找到了一个圆形的哑铃 其中带完来返的拱洞 依旧能发出清碎的响声 这个铃铃一般会系在这个畜生脖子上一同下葬 根据这个铃铃的大手考古队认为 这个畜生很可能是马 果不其然在旁边半米处 考古队挖出了一具马的遗憾 这匹马撕提朝上全部是哑望着 很明显不是死后被埋在这里 而是活着的时候直接下葬 目主是谁 为什么会有如此隆重的撒脏仪式 考古队带着疑惑继续挖掘 在英明开外又连续挖出了三具马遗憾 看来这里是凶马 考古队知道想要找到答案 必须要进入这个墓室 开山取消后 考古队在风土下找到一处道洞 进入道士的途中 在道洞中清理出许多的铜鱼 陶瓷彩片 遇人遇余遇 这些东西必然都是盗墓贼遗落的 进入墓室后 考古队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 墓室中四周都是杂乱的水炸品 其中一节原始瓷碗 有很巧的玻璃质感 轻轻的扣动 就能发出清脆的金属伤 这样的瓷器并非一件 在墓室里考古队足足找到了十一界完整的瓷器 各个都是如此精美 除了瓷器外 考古队在墓室中还找到了六十二界玉器 其中有仇校寿灭 文玉衡 滑瓣型 清玉 配饰 龙手玉刻刀等极为精美的玉饰 这次挖掘持续了一个季度 考古队也在此找到了十一座西州古墓 其中三座古墓规模最大 四周的水炸品也更精致 尽管墓室没有明确点名墓室身份的水炸品 但考古队还是根据古墓的形式判断 这里并不是西州贵族墓 而是西州华氏成员的陵墓 西州华氏一直未被发现 因此学界很多的专家都曾推测 华氏就在这里 本期的节识期判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评论转发 点赞